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当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有道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刘总刘总 刘总对不起啊 久等了 夏小姐您好 请坐请坐 喝水啊 听说刘总想要赞助我们的栏目 不知道刘总做的什么行业 是这个金融啊还是房地产 还是文化传播 夏小姐 我需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迈一爱生殖保养发展项目的发起人 也是生殖革命关爱女性公益活动的发起人 生殖革命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倡导用最绿色生态 最安全最简单的方法 教会所有的女性在家里就可以自检自查 是否有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 并且在家里就可以做到自我治疗 那个刘总 你们公司可能跟我们的栏目形象不是很符合 我们公司现在规模的确不是那么大 但是未来的前景不可估量 我的梦想呢是在全球超过一亿家庭的女性 远离妇科疾病的困扰 我想赞助你们的栏目 也是看重你们的婚姻班主任 强大的女性观众 那个刘总 我们这个婚姻班主任是一个很高大上的栏目 现在呢大家都讲究高大上 很多人以为啊穿金带颜才是高大上 但是我认为啊 我的团队才是真正的高大上 我们自创业以来啊 领承着把帮助别人放在第一位 我们坚持着一件事一辈子 帮助了数百万的女性 远离妇科疾病的困人 夏小姐 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套产品 你可以体验一下 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 刘总 我不是很需要你的产品 夏小姐 你这种抗拒的态度 是和健康过一不去啊 我们有几种方法 我可以今天就交给你 你以后可以在家里 就可以自解自查是否有妇科方面的问题 那个刘总 我不太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那个我可能现在还有点事 我得先走了 我得去录节目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日本茶 很正宗 你尝尝 味道怎么样 很好喝 不过我不太懂茶 这个茶 这个茶 叫玉露 是日本茶中最上等的茶品 据说 一百个茶树里 也未必能找出一棵 来生产玉露 您今天找我出来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的茶树 可以成长为玉露 而有的茶树 则一文不明 因为玉露天生就是玉露 错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 自己是玉露 他们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顶端 拼尽全力接受阳光 好让自己长出柔软的心芽 那些被放弃的 慢慢地就沦为了普通 你应该是玉露 夏阿姨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可是我不希望看到 无辜对人受到伤害 小双啊 你应该已经很久 没人叫你这个名字了吧 我这个人 比较练就 过去那些开心的事情 我不会忘掉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更不会忘记 我没有忘记 那就请你记住 是谁 让你和你的家人 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偏偏你选中了我呢 因为你和我一样 在他们的眼里 是最下贱的查评 永远上不得台面 有些事情拖太久 总会有人出来 解决这一切的 那您希望我怎么做 很简单 拿到佟俊明的签名 您让他的签名做什么 我要让佟家也常常 遭人背叛 付出却得不到好结果的位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佟俊明 彻底跌落鼓底 到那个时候 你就有机会 真正接近他 让他接受你 可他的心在良心那儿 一个田妃 就让良心退缩了 你觉得出了 这么大的事情 他还会和佟俊明在一起吗 我觉得 问题不在佟俊明那儿 而在于你自己的心 小双 有些人 已经注定无法再像普通人那样 拥有简单的心 更无法再像一个圣人那样 去假装慈悲 想想你的母亲 他已经这样稀里糊涂的 过了半辈子 你想让他一直承受着这种冤屈 过完剩下的日子吗 我还为佟俊明加班呢 这佟俊明用人可真够狠的呀 老让你加班啊 这没日没夜的 我明天找你算账 好 就几个文件而已 也没什么大事 那要没什么大事 是不是就可以明天早上继续了 那如果明天早上可以继续的话 那就今天 留点时间去吃点东西 我知道你要回了家又不吃了 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拉面馆 去晚了可就关门了 可是我还没弄完呢 我等你 那要不这样 你先去 你把地址发给我 等我完事到柜里找你 也是啊 那地儿的生意特货 这样 我先去定位 半个小时之内能来吗 一定到 抓紧时间 我先去了 嗯 拜拜 嗯 喂 小阿姨 东西我就拿到了 没有被发现 好 我说的没错 那家拉面馆果然关门了 不过呢 我在它关门之前 把最后两碗买到了 来吧 闻到香味了吧 面对这样的美食 你要不动心的话 那就是犯罪呀 还是热的 嗯 当然了 吃要吃啊 凉了不好吃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的胃本来就不好 再吃凉的就更不好了 快吃吧 嗯 我是说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方美 虽然我不知道 你隐瞒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你会愿意把你心里的秘密 跟我分享 你会让我知道 其实在你的心里面 也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我 而且也会 很喜欢我 会有那么一天吗 当然会 我就自己充满心心 好了快吃吧 在那儿真的凉了 好香啊 下次我一定要带你去店里吃 那其他的小菜也特别好吃 嗯 嗯 真好吃 好吃吧 好吃 哎小丽 过来过来 我刚好要找你 我要请几天假去日本 然后我需要办一个在职证明书 办签证 你帮我一下啊 去日本啊 嗯 那你到时候帮我搭购哦 没问题啊 来 最近啊 辛苦你了 没事没事 这些都给你了 辛苦了 最近 谢谢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那你吃啊 来 这只脚给我 好 奶奶 嗯 医生说了 您得多运动运动 对身体好 知道吗 十二 十三 十二呢 浩浩 其实啊 你不用请假来看我 照顾我的 没事的 奶奶 我就想多陪陪你 你啊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给我找个深媳妇 不 奶奶这辈子啊 就是这个幸运 还没有完成呢 哎呀 奶奶 我现在还年轻 我想啊 我趁着年轻 多出去闯闯 多偏偏事业 可是奶奶啊 就怕看不到你结婚生子嘞 哎呦 奶奶 瞧您说的 您长命百岁知道吗 嗯 您忘了 您还要等着跟我想轻福呢 啊 嗯 奶奶 小心点 我现在啊 去给您烧点洗脚水 啊 好 你 你 奶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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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浩家吧 是啊 那你找谁啊 我叫曲哥 我是李浩的女朋友 浩浩的女朋友 快坐坐坐 浩浩的朋友 来来来 坐坐坐 您也坐您也坐 这些都是给您买的 哎呀 来的就好 不用客气啊 嗯 你怎么来了 好 你怎么跟你女朋友说话呢 你叫了女朋友 也不跟奶奶说 哎呀 黑了奶奶被操心了 奶奶 奶奶你先坐 是跟奶奶洗脚吧 哦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一起啊 哦 不用不用不用 姑爷不用 没事的奶奶 让我来吧让我来吧 一起吧 哎呀 我帮你奶奶 姑娘 你家做奶奶 家里有几个奶奶 哎哟奶奶 哦 不说 不问不问了 去哪儿啊我送你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 这个时间段在这里打不到车 上来吧 去哪儿啊我送你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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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到这儿来了 啊 刚才你爸打电话来让我们去吃饭 我看你睡着了 所以就答应了 那是我爸 又不是你爸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啊 下车吧 那你去吧我不去 下车吧 你去哪儿呢 你去哪儿呢 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眉光 已经淡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过过每一个晚上 拥挤我的权力 你最美的希望 我会陪在你身旁 看来你累坏了 睡得一路 一路睡得挺好的 你的项链挺好看的 我会陪在你身旁 这个梦 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他跟我说 如果我一直带着他 我就可以永远获得幸福 他通常带我去海边 捡好多好多贝壳 捡过来以后 他们会把各种各样的 放在我房间里 有的还会闪闪发光呢 所以我在想 也许我带着他 可能 我的幸福就会在我的身边吧 以后 我会带你去的 我长大了 不想靠着幻想过日子 热心光 我白日在日子上啊 尽心所有的梦想 欢迎光临周大生 请问您要看点什么 是项链还是钻剑 我先随便看看吧 好 可以的 帮我拿个这个 谢谢啊 好 这 这么贵啊 这是一颗拉的VVS的精度 FG的色泽 所以价格偏高一点 好吧 谢谢啊 不客气 许哥 许哥 我想嫁你 不是不是 嫁给我好吗许哥 快起来吧 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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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答应了 我愿意 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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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无论青春还是年老 我们都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 同甘共苦 成为终身的伴侣 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 今天呢 祝贺两位新人喜节连礼 在此呢 我就在这搞一个小小的派对 恭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 幸福美满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好 来 谢谢 恭喜啊 祝你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谢谢 李浩 你是不是得说两句啊 好 首先呢 我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 结婚小典礼 很感谢童总 给我们大家做了这么美味的食物 然后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 我今后会在工作上努力上进 然后在生活上 会对我的老婆娶个百八客户 好 那 谢谢 那这杯酒呢 就由我们两个小两口 敬大家 好 好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说这光喝酒多没意思啊 咱们今天就不按常理出牌 玩个游戏 真心话 大冒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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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先吧 哎 啊啊 那你吧 我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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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欣 你第一次出门 是在什么时候 白天 晚上 在车里 我喝酒 烫酒 好 我来问第二个问题 梁欣 你是喜欢小鲜肉类型呢 还是喜欢大叔类型呢 哎 你是我闺蜜呀 这个问题你还要问我吗 你自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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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梁欣 我觉得你成名 一定是有道理的 来 我敬你 乾杯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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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喝酒 这杯酒我替得喝 不用 有人想喝酒 那 另外一个问题 就问佟总啦 你一生最爱的女儿是谁呀 别乱说话 问一下嘛 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我们喝酒吧 来来来 今天是你们大婚的日子 喝酒 喝酒 谢谢大家 你们继续玩吧 好 我先离开一下 那我们继续玩吧 我问你 你看 佟总 佟总 祝你们 新婚快乐 谢谢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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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意思呢 那我先出去吃 好好好 小心啊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 怕他们又笑话我喝多了 佟俊明 佟杰 你怎么会突然又不是佟杰了呢 突然变得好复杂 突然变得好复杂 我送你回去吧 本来我们还是好好的 现在突然变得好奇怪 良心 competitor 佟俊明 你必须有占便宜了 我送你回去吧 精赶慢赶还是来晚了 都结束了吧 我没有错过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错过 来得正好 真雨 你送我回去呗 走吧 真雨 谢谢你 我还用心 咱们俩什么关系 不过两天 这名字有苦衷 我希望你能体谅她 她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她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她不想伤害天飞 当然她更不愿意伤害你 所以她也很痛苦 但是在她心里面 她是特别特别地喜欢你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真的吗 真的 我才不行呢 骗子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静朱者赤 静默者黑 你们男人呢 都是骗子 行行行 我们都是骗子 不过话说回来了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旁边是已久 你不用了 阿姨 可不过我 你们就是 你 哀 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你居然帮我找到了小虫 这要我想做的 没有什么做不到 问了你 天心 我是一个不愿意向别人 透露心声的人 这么多年来 我也不想谅解别人的想法 自从见到你以后 我发现我自己 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 知道我的感受 知道我的吸引的哀乐 你的每一点 每一滴 都会牵动我的心声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会担心你 会不会冷 会不会饿 会不会受委屈 只有把你放在我的身边 我才放心 在别人眼里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拒 什么都有的人 可 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之前 我带给你太多的困扰 和辛苦 我今天 我向你道歉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幸福 美满 美好的家庭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温暖城市 我是主持人梁星 陈先生 刚才你说你要离婚 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了别人 是吗 王女士 你不想离婚的原因 可以告诉我吗 因为我还爱他 更重要的是 我知道他还爱着我 可是王女士 你的回答 跟陈先生的回答 有些出入 他以为我不知道 他随便带个女人回来 就说是小三 是他的爱人 只是笑话 我跟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会喜欢上什么样的女孩 我还不知道吗 那在你看来 陈先生为什么还要执意离婚呢 因为他破产了 欠了很多的债 你不用这样地看着我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比你想象得更早 你以为离了婚 我就可以全身而退 不用去负担巨额的债务了是吗 陈先生 王女士说的是真的吗 陈先生 我真的没有办法站到你这边 你以为你这是有担当的表现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最自私 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一个一心一意对你的女人 你却要将她推开 你这样做根本就是在践踏她的爱 而不是在保护她 而不是在保护她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失去了王女士 你有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我女士真心地爱着你 愿意陪你渡过难关 但是你却用这种残忍的方式 将她推开 对她的伤害有多大 你知道吗 你应该握紧她的手 陪她一起走接下来的路 这才是对她最大的保护 我们说好了 以后永远不分开 好吗 感谢收看今天的温暖程式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老板两碗馄饨 好嘞 两碗馄饨 好久没有来这里吃馄饨了 我今天 要还你一样东西 谢谢 骗了我这么久 现在还给我 我告诉你啊收利息的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 好 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傍晚有个工人被刚才砸伤了 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去工地上闹事 说是刚才有问题 警方已经开始介入这事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我这里是今天早上才得到的消息 棒 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不先向公司反应 而直接报案 谁干的 谁在提议 据说 是事发之后工人们集体报答案 但谁提议的 这个还没弄清楚 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 都必须给我查出来 简直是胡闹 好 工人方面怎么样 工那边已经派人去安排照顾了 我们派上了一夜 发生事故是发生在那批材料上 全部是劣质材料 劣质材料 我们有劣质材料吗 我们用过劣质材料吗 这可能是劣质材料吗 李浩 你马上给我去工地和医院 去安抚一下工人的情绪 好 方梅 马上联系公关部 做好媒体工作 劣质材料这四个字 对我们集团影响得多大 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清楚 周叔 好媒体真的没见你了 是啊是啊 我爸呢 不巧 你爸刚睡着 没事 我今天回来啊 就是陪他看他的 现在让他多睡会儿 待会儿醒了 肯定拽着我 不知道要说多少话呢 现在耳根子先清静一下 你真不愧是你爸的小棉袄 我给你泡茶去 周叔 别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 你回来是给家里添人气 高兴 那好 我就喝你上次 从老家带回来的那个 杭白菊 怎么样 都给你留着呢 等着吧 谢谢啊 目前受伤的工人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尚未苏醒 工地上的工人群情激愤 他们声称 巨阵一直在使用劣质钢材 存在安全隐患 都不愿复工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我才将为您进行 进一步的报道 加薪 您说现在这些个奸商 为了赚取老百姓的钱 简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 你看看 这是大型游乐场啊 儿族用的 将来小孩子都要去玩的 他们就用这种什么劣质的钢材 万一要是出了事你说可怎么办啊 那后果都不堪设想 我现在想都不堪想 你说他们怎么做得出来你说 我看你啊就是瞎操心 这些事你操心得过来吗 你怎么还不去洗碗啊 我叫你多少遍了 不是说好了 今天是你洗的 别 行 行 别啰嗦 我看完新闻就去 真是家务事 也没见你这么伤心 你怎么还不去啊 好好好 我去 我去 叫你做点事真不容易 你刚出了这么多仇文 只在几天 实力的股票眼看起低了两成 像这样下去怎么办 随时都两个 我干净看到 那你需要给弄什么 你自己去的股票眼看起来 你再接着 什么都不够了 你不要监了 你什么都不够了 你说这个人 你忘了 我五个人 就是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现在绝不是聚镇发展史上最困难的时刻 但绝对是聚镇成就未来最重要的时刻 没有那么严重 老黄啊 我们都几十年的交情了 我还能骗你吗 这件事正在处理呢 董事长现在身体不适 实在不方便接电话 请多包涵 我挂了啊 周叔 周叔 俊明啊 这都是怎么了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过来的 有什么吩咐 您说 家里的手机 电话 互联网 报纸 都赶快给我盯着 据人 现在的负面消息 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都看到了 绝对 不能让我爸知道 是 我已经挡掉了所有的电话 网络我也马上把它停掉 我爸不是还有一部专线手机吗 我差点忘了 董事长 这阵应该正在洗澡呢 我赶快去把手机取来 因为别危機 performing 每当得瘤的电话 下人读的时候 大致的他 大家 这一段 minutos 现在 有时候 或是 快 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